你知道歷史有時候是這麼奇妙 當年國共對治 變成現在的觀光賣點 你看光是這一杯奶茶 加了一點58度高粱 稱之為毛澤東奶茶 其實它的slogan很明顯 它就說在這邊 我們就是放下統獨 放下藍綠 來嘗嘗兩岸和平共融的滋味 看起來就是這個毛澤東奶茶的意思 你看加一點真的有意思 高粱 毛澤東在裡面 我這個你知道嗎 它看起來也像是毛澤東奶茶 因為同一個杯子 可是它裡面其實叫做 蔣介石特調 為什麼 就蔣介石有名吧 裡面是金門最有名的石花洞 所以它就是六個頭 所以加個石就叫蔣介石奶茶 有 聰明耶 那高粱有長毛嗎 搞不好有 高粱毛毛的 真的嗎 你胡我 不過其實這個地方叫做水頭聚落 每一個觀光客都一定要來這個地方 原因是因為 這個是最有名最過去 據說金門最富有的古聚落 所以你看看在這邊 有很多很漂亮的 包括了我們說民視的建築 甚至是洋樓 你知道為什麼吧 你知道喔 水頭聚落這邊呢 金門以前就 叫做水頭戶 沒有水頭戶 什麼意思 就是意思就是說 像水頭這邊很有錢 但是要開設 像這樣子的洋樓 還是不容易的 要有品味要有那樣子的Sense 對…你看喔 你看 我們說民視的建築 最特殊叫馬背 硬尾嘛 跳跪嘛 但是你看這一棟 它融合了很多奇怪的風格 它戴起來像是巴洛克建築 又有一點羅馬feu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槍龍 當時的富山黃輝煌 它為了防止海盜入侵 要保護自己家園 對對對 就這樣子蓋 喔 其實也對啦 因為其實以前這個水頭 據說這個 算是很多人 都從這個地方 去跟那個廈門 去通商做生意 所以呢 其實也從這個地方 去出外去打拼 所以就說這邊就是 橋鄉的橋鄉 對對對 這邊據說有非常多的橋民 所以有很特別的橋鄉文化 你知道我以前來金門上課 就是一定要吃廣東中 他們的油條 炒泡麵 但是今天來到這邊 金門人告訴我們說 這些都還不過道理 真正要道理 要吃金門的時刻 來吃它的蚵仔麵線 我覺得吃蚵仔還是要有蚵仔煎 蚵仔煎嗎 沒有蚵仔煎啊 阿姐 蚵仔煎 來 金門的蚵仔煎 美玲姐謝謝 不客氣 美玲姐是我們金門當地的解說員 由她上菜 這樣抱歉 不好意思 不過你說這個叫做九頭蚵 對不對 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一定要吃 因為我們金門的蚵 跟台灣或其他地方不一樣 是我們這個是叫野生的石頭蚵 它不像其他地方是人工養殖的 它很小的蚵耶 對 它是因為長在潮間代的關係 所以蚵啊 它在長潮的時候 它就要趕快的把它打開 因為這樣才可以吃到海水裡面 那個狐猶生物它食物來野 可是一旦退潮的時候 它要怎樣把它關起來 所以每天有在那邊運動 有在做SPA 所以它會這個 分率比較小 可是會比較結實 金門的它會好吃 還是會野生的 嗯 雞要好吃的也要放山的 對 那金門還有放山牛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綠都台灣就在勝利